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下之后之后觉 第十六至十七集,闷葫芦一个 今夏试着伸出手 拉住她的衣摆,想要在悄无声息中将她搂住 这是她们确定关系后的第一个拥抱,做梦一般 甜蜜又有些折磨 她舍不得结束,又觉得自己实在有些纯笨 不知该怎么给予更好的回应 她轻颤着身子 慢慢靠近她,让自己缓缓沉在她的怀里 她忍住快速的心跳 刚想再靠近一些,忽然一阵开门声,突兀地响起 打破了这份安静的遗迷 路易和今夏都还未反应过来 本能往门口望去 路易妈妈一进门 就眼尖地发现了坐在沙发上的两人 挨得很近 好像是抱着,就好像是分开坐着的 路易,你出差回来怎么也不和妈妈说一声 路易妈妈盯着惊吓,试探着,这位是你朋友 妈,你来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路易懊恼 你再这样,我下次要换密码了 啊,我忘了 下次注意 就想着过来看看你,给你送点吃的 若是在平时,儿子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 他肯定是要狠狠训他一顿 可是现在不同,有女生在,他必须维持住形象 他的视线又转向餐桌,桌上有碗筷,还没有收拾 看样子,他们刚吃完 惊吓缩了缩身子,这才站起身 朝他点点头,阿姨好,我是路易,的朋友,女朋友三个字 还有些烫口,他实在说不出来 路易妈妈暧昧一笑,朋友啊 朋友好,年轻人就是要交朋友 场面十分尴尬 惊吓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能转头望向路易 路易还在懊恼,一场甜蜜的约会就这样被打断了 只能一有所指的介绍,妈妈 他叫惊吓,就是秦阿姨给我介绍的那位女孩子 路易妈妈十分惊喜 脸上的喜色,让人无法忽视 秦阿姨说你很喜欢这女孩子 想不到都带回家里来了 这话让惊吓很害羞 好像他们偷偷跳过了相亲该有的流程 背地里偷偷恋爱 路易轻笑,也不反驳 只是拉了拉惊吓的手指 这是妈妈 你不用拘谨,坐着吧 我去看看她带什么好吃的过来了 路易妈妈从袋子里一一拿出来 这是给你做的卤牛肉 卤菜,还有包的水饺 这个是我炸的小酥肉 摆满了小半桌 原本我要和你爸爸出去旅游的 大概去一个月,就多准备了一些 不过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暂时不去 为什么改变主意 路易尝了一小块小酥肉 和外面店里的口感完全两样 一口咬下去,都是鲜的 我们先不去旅游了 等你们订完婚,我们再做决定 路易妈妈喜笑颜开 她看着惊吓坐在沙发上 一张小圆脸 两颊有肉 大眼睛 白皮肤 秀气可爱 长得不要太有福气 偷偷对着路易的耳朵说道 这姑娘长得真漂亮 一看就是有福气的 她,路易心里有深浅不一的幸福 一会儿浓烈,一会儿淡然 她是很可爱 尤其是她睁着一双眼睛 不解的看着你的时候 脸上全是不安是故的天真 那一刻她的美丽 是生动纯粹的 她也想不到自己这样一个 在勾心斗角生意场里混迹的人 竟然会喜欢这样单纯的女生 她就是有一腔热血 想要守护她的天真 路易挑了几样水果 放到金下面前 我妈去果园里摘的 尝尝 谢谢 阿姨真的很有兴致 还去果园摘水果 金夏拿起一颗蓝莓 往嘴巴里送 她和我爸爸闲着无聊 他们今年刚退休 除了出门玩 就是催我结婚 说我再不结婚 就成孤寡老人 等老了孤零零一人 去养老院都要被欺负 金夏听笑了 只要手里有钱 去养老院怎么会受欺负 他们上一代人的思想 真的很守旧 有时候知道他们是为我们好 但又很难认同 他们的思想与观念 路易正说着 心里却是想着 该找个什么理由 让妈妈先走 可惜路易妈妈却不这么想 她将带来的东西 放进冷冻冰箱里之后 就来客厅 拉着金夏聊起天来 金夏呀 你今年24岁 对的 阿姨 你爸爸妈妈退休没有啊 他们还有五年才退休 五年后退休没事 我和路易爸爸都退休了 以后啊 你和路易好好工作 家里的卫生 饮食 都有我们来负责 你们生了孩子 我来带 都不用你们操心 路易妈妈越说越来劲 仿佛她和路易 已经结婚许久了 可现实就是 她和路易 今天才刚确定关系 连拥抱都还没有学好 就已经要开始 考虑生孩子的事情了吗 他们之间 能不能发展到那一步 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路易轻壳一声 提醒到 妈妈 今夏脸皮薄 你别在她面前说这些 路易妈妈倒不觉得 这都是必须经历的 你们两人迟早是要订婚的 对不对 今夏 她把问题扔给了今夏 今夏只能硬着头皮点点头 对 阿姨 路易妈妈很是满意 还是今夏懂事些 既然你觉得今夏懂事 那能不能先回去 我和今夏等会要出门一趟 你们两人去哪里 晚上我已经订好酒店 叫上了秦阿姨 还有今夏爸妈 我们大家一起见个面 吃个饭 今夏有一种赶鸭子上架的感觉 我爸妈也去 是啊 你和路易处得这么好 我们南方父母 难道装作不知道 对此不闻不问吗 请你父母过来 两家人一起吃个饭 见见面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就当是提前熟悉了 路易妈妈眼睛都笑弯了 乐道还以为他们中了500万的福利彩票 其实我和路易 她想解释自己和路易的关系 我和她 路易妈妈打断她的话 阿姨看得出来 你们很好 今夏笑笑 嗯 她放弃抵抗了 是 路易随意找了一个理由 将今夏从家里带了出来 她带着她在小区楼下散步 你别介意啊 我妈妈那人 热情过度 又喜欢大包大懒 路易说道 她其实人很好 对孩子很好 她生怕今夏会觉得 以后要有婆媳问题 那我有点好奇 你爸爸是怎样的性格 我爸爸呀 和我一样 闷葫芦一个 路易自嘲地笑笑 闷葫芦 今夏诧异 我不觉得你是一个闷葫芦 你做人做事 干脆利落 又能抓得住重点 怎么会是闷葫芦 我的意思是 我不会甜言蜜语红女生开心 甚至在这方面 有些嘴笨 每次我妈妈生气 我爸爸只能干愣着 但是 我此刻挺开心的 今夏抿着嘴角 朝她望去 眼睛亮亮的 是一轮明月 路易新一动 上前一步 和她并肩走着 然后慢慢牵住她的手 下期待